我后来也有一点探测 我说你当时真的是那么 其实我觉得他们有一点负担 是因为家庭出生不那么好 我母亲特别是 住在茂名路 关海路那种地方洋房里 所以他们要用自己的革命行动 来洗刷自己 要更要表现的革命才会 身份的胶着 我觉得是有这个 我妈妈 她是上海广播合唱团 她唱女高音部的 她就去了西宁示范学院做音乐老师 我们家就住在学校里 那时候家属楼是在学校里边的 周围都是老师 有中科院的 北航的 他们都是支援边疆去的 有的支援 后来我知道了 其实有一些是右派 我就等于发配过去 我开始不能分辨 就有些人特别谦卑 特别低调 我爸爸妈妈说 你别问你小孩子不懂这些事情 楼上有一个老师 有一天晚上就是非常大声 我就偷听去谈这次 后来他打开门看着 我说你在干什么 他说是叫朗诵 我说写的什么 这是马亚科夫自己的诗 我觉得好酷 这个马亚科夫自己就是 这名字这么长 对 他说中国有一个诗人叫贺敬之 就是跟着他的风格学的 后来有一天广播里 我听到贺敬之的诗叫雷锋之歌 一上来 假如我还不存在人世上出身 就在哪里才能开始 就是有存在论的那个东西 那是第一次我被诗歌打动 其实对他们来说那是流放地 他们是一群被流放的来的人 但他们不知道这个时代什么时候会结束 这个经历其实影响我非常大 现实生活世界它是有背景的 那些背景 你没有完全的概念 你是没有把握的 你不能把握它 但你只有概念 你会跟你有一个跟这个现实世界的不接 对 所以到了上海以后 一直不是特别喜欢自己的专业 但我专业还读得蛮好 本科毕业的时候 就是专业是 就是分数是第一 然后就读了研究生 那一方面一直是在作家 画戏剧啊 演讲啊 这些圈子里 在寻找自己的那个热情 就没被满足那一面 你现在回起来 回到上海上学 当时因为这个气氛变化非常之大 对 你比如说十几岁小朋友很敏感吗 对这个变化 非常非常敏感 对 我不知道你看到那种 用高速水影去拍的花绽放 你就是在一两年内 看到人的衣着就开始变化 以前都是蓝的 都蓝马蚁蓝 那上海人有的时候会 用一个小围巾修饰啊 有的时候口袋里放一块手帕啊 这种要精致的那种生活 那后来就越来越 所谓洋气就就开始出来了 学校里那时候 哪怕是一个理工科学校 那时候有各种各样讲座讨论会 有一个公共领域是 是那时候特别饱满 我找到一个东西给你啊 嗯 嗯 我来上海戏剧 这几期啊 这一期 你们四个人的发言 哦 你记得吧 对对对 你看 哦天哪 我们实验了什么 87年 87年 2月对 嗯 哈哈哈哈 张昭已经去世了 他是 哇 开始在光线传媒 后来是到了乐视 他乐视你知道很糟糕吗 对对对 哦 他需要乐视 那这个谁呢 陶俊是 陶俊是在上海 他电视台 嗯 刘洋是特别有意思在北京 是变成是一个 就参加中国不高兴 那那帮人里面的 哦 真的 有的时候 以前有个电影叫 大浪淘沙 是讲五四那一代人 就四个人 最后大家走了 各种各种不同的道路 有点像这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我会对艺术的东西 有兴趣 嗯 但是也对 也对就是说 你怎么样很深的 用理性论述 理性探索 就找到好像 比较深的那个学术 所以一直是 彷徨 徘徊 激动 有的时候 焦虑迷茫 都是这样 最后就觉得 我们这一代人 嗯 就是整个 你说从文革结束 七六年 改革开放启动 整个生涯 就是中国这后 四十多年的历史 就是你要 穷究这些事情 就会问问什么 然后后来我觉得是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你也知道学术训练它是帮你进入一个正轨的所谓 你有一个眼光 有一个判断 但在很多领域里你是要不断学习 九六年第一次回来是 因为又发生 你这五年又发生挺大的变化的 整个的气氛 人的反应 过去的朋友们的选择 那时候有一点 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大概九九年 就那时候就有互联网了 嗯 我写了文章 然后就发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 讨论 好像就是那个所谓 八十年的启蒙共事 就在那时候终结了 嗯 或者慢慢就衰落了 嗯 然后这也是很好的事情 就是说 其实 我记得在八十年代那时候 你看编的那个文化 中国语师 你说海德戈尔 嗯 像马尔库塞那些 其实已经在对现代性有反思了 嗯 但是那时候好像很超前 就是跟我们是没感觉的 因为我们好像还在评级当中 还消费主义 哪来消费主义 就是我发现我那时候读 读那个马尔库塞 就什么单面人啊 什么就读都觉得 fancy 但是根本跟自己没关系 现在跟孩子 我在课上讲 你就是有切腹之痛的 你真是有感觉 所以就中国确实 在一个 在一个很强的意义上 进入了一个现代 嗯 这种浓缩感 就经验 生活经验的浓缩感 历史的浓缩感 其实在全世界范围里面 都是很罕见的 对 或者你什么时候意识到 这种罕见的经验 可能是这代人 做学术也好 或做不同的行业也好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是 因为之前可能都认为是劣势 是因为你觉得受的教育不够啊 对 汇乏呀 对对对 我什么时候觉得这种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形成问题意识 嗯 会关系很宏大的问题 嗯 清身 我们现在叫聚身认知吧 那种清身感受 还是更容易让你 获得历史感 获得历史感 其实是比较的事 比较就是有时间上的和空间上的 嗯 其实没有比较 是没有任何事业的 我们大概就经历了 这个时空的那种比较了 看到那种变化 嗯 也看到一个时代 它的特径性的相对性 嗯 因为你经过变迁以后 你就不会想当然说 这个东西 它就会永远下去 都想当然的 嗯 所以说像我们这代 包括你们70后 甚至80后的早期 你们是享受那个改革开放 嗯 特别快的那个红利的 对 就是 就说我们了 老人这些 而且稀里糊涂的就享受到 对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一下子就是空间特别大嘛 然后你的 你的向上流动就 可能性 他们现在就更难一点 嗯 那那时候的励志的那些口号 你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嗯 就更大概率的可以实现 现在更大概率的 是变成一个 别人的罕见的特例 嗯 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 开幕式 对到顶峰 对 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 复杂的困难 很多挑战的 嗯 时代嘛 现在的很多社会 年轻人感到的那种 不适或者矛盾 或者困扰吧 就是那个假期结束了 是 假日综合症 你开始是不接受 但是这才是真相 嗯 世界主义肯定对 我们这几代人都很非常的有诱惑嘛 嗯 就是你你所谓的新世界主义 就这个干净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个呢最早 其实它是来自一个 对专业学者常识 就是身份的建构性 嗯 你的identity 并不是说就是一直如此的 那一般人不太会理解 就是一般会说 我的身上流着什么 是不是血液 我有一个悉您的基因 或者怎么样 那这只是比喻的说法 因为只有生物的基因 才是可以无条件的 承传下来 在文化上是没有基因的 嗯 你任何文化的基因 它是要经过制度实践 要习得的 它不能自然的遗传下来 要becoming 要becoming 但是其实建构是在关系上中的 嗯 就是说只有我们发现彼此 我们彼此碰碰撞 你才能够建构 否则你的 你建构自己的资源在哪 嗯 当一个人我们说 我的需求 我的欲望 我自己的意愿 其实是生生不息的 在跟外部的 相互的互动之间来建构的 嗯 我们个人是如此 文化也是如此 这个概念有了以后 它叫克服的第一点 嗯 就是本文明中心主义 华夏中心主义也好 呃 欧洲中心主义也好 遭遇 文明之间相互遭遇 像人之间相互遭遇 Encounter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文化上的 本体论事实 没有遭遇就没有文化 嗯 没有文化的任何 变迁发展 但遭遇意味着 你的边界是 永远是临时型的 嗯 你在任何一刻 我们的边界 地理的边界 人口的人员的边界 物资的边界 信息关键的边界 都是明确的 但是你稍微放在长城一点看 那个边界都是临时的展示 它是可以被改写 可以被模糊化 有的时候可以被打破重建的 否则的话 现在全世界应该是千万个小部落 如果我们都得见那个边界从来都是不变的话 但人本来就是有那种强烈的两面性嘛 有时候又是模糊的 又是不断建构的 变动的 它又渴望稳定的 恒定的 我跟你不一样的 这种力量就同样也非常大 但它在一个好的秩序里面 两个都能够满足 就是我们又是一体的 但是它不应该是一个特别紧密的 然后你可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 相对熟悉的 安静的 但是你仍然是跟人家可以有交往 这是一个人类力量 不是说大家变成一个同质化的文明了 对 现在的困难是太紧的联系在一起 要处理东西太过于复杂 而且牵涉变量太多 会复杂 非常复杂 当你看到 有些过去十多年 我们这种社会达文主义如此之 越远越胜 这种感受是一个 我会震惊 它是 我不说反中国 它是背离中国一个文明传统 每每与共各每其每 这些传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现在一部分年轻的 mentality 在这个意义上是非中国的 因为它第一个相信强力 实力 相信power 相信社会达文主义 相信弱弱强势 这个想法是非常西方的 是已经过时了的西方 西方当然现在还会有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至少在学界文化界 这个东西是会非常非常 鄙夷的批判的东西 尤其是对达文的一个误解 达文是说 有一个diving fitness 是适者生存 不是强者生存 不是那个power strength 我们还是很多人相信 就是相信 我足够强我就能碾压你 我足够强就把你 你如果说你是中国人 你中国文明当中最理想的 最高的那个美好的东西 你就放弃了 你最后赢 你可能变成了一个 反而是一个西方十九世纪 野蛮的一种文明的再登场 这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吗 我不认为是 但是这是可以引导的 我们这样讲 就职场上的这些 就完全那种残酷竞争的逻辑 它可能在有一段时间 是特别管用的 在现在不work了 在现在这个时代 至少局部的 在许多人那里 它觉得不起作用了 所以它可能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存逻辑 当然知道你会说我太天真菜 或者太理想 但是你先去问问 特别现实主义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吃得开吗 我用一个现实主义的标准评谈你 无论你当同学当同事 我们对那种特别巧于心计 斤斤计较的人 不择手段 弱柔强势的人 他在哪个行业里 他在哪个小区里 是特别吃得开的 他是不是会感到很多很多挫折 你去问 所以这才是你反思的起点 不是说你现实过得很好 我说哎呀人要理想啊 就像我们领导人说的 就是说斗则两伤 何则两立 这个在一步 这个道理 它正在成为世界的现实 它越来越成为一个 现实的规范逻辑 而不是公众楼阁 用罗尔斯的话说 我们提的这个vision 这样一套 叫realistic utopia 而是现实主义路透帮 它是有实践可行性的 要不然我们干 我们在做梦嘛 对那些看起来 每一步都很理性的人 最后变成一个 非常非理性的一个举动 对 有的时候那个争论斗争是必要的 但是你要明确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如果认为现在美国 过去或者美国主导的 那个世界秩序 不够公平 那么我们应该让它更公平 如果它的单方智力是不够的 中国是要跟他们一起合作 让这个世界更好 更讲道理 我是比较认同这样的前景的 虽然悲观的人比较深刻 这是福山最爱说的 我说的 悲观显得深刻 对悲观显得深刻 悲观的证据很多 小证据很多 但是不知道 这个当然是不知道 这里边我觉得知识和信念的因素都有 我们确实不能从过去推断未来 但是你从未来来猜测未来 你是更不可靠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时代 你相信 施米特 相信那个冲撞的 冲撞的敌我之真 施米特当然深刻 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说 我们明明知道人性有这么复杂 特别有这么的暗面 尽管如此 你相信人类会斗争会厮杀 难道比相信人类可以共存和平相处 更深刻吗 这是靠谱吗这句话 我觉得这词 有时候挺让人迷惑的 因为以赛博林不是写 论自由里面变析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他有一点是特别重要 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会讲 我们特别约束自己 反而是朝向自由 是那种自律 康德意义上的做自己的主人 就是积极自由 还有消极自由就是 你别管我 我自己愿意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麻烦在于 这两种自由都会被滥用 我们知道消极自由滥用 就是你最后 你自己放任了 放纵了 然后一塌糊涂 积极自由也会被滥用 是有自由的名义在压制你 自由是可以有的时候 是受约束的 比如说战争的时候 安全秩序比自由重要 你就说这时候 我们需要付出一点自由 来换取安全换取秩序 但你不要说 这没有压引的自由 我们是为了更高的自由 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他认为这一套东西 就是所谓概念魔术 他要 他说特别警惕这个 我说这个他是 真正的动静 大家在996和躺平之间摇摆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间的斗争 真正能躺平我觉得是很高的经济 很难 真正躺平的人 你都不知道他是在躺平 他不宣言 我躺平了 这只是一个宣言 你怎么躺平的 你还有趴着躺 还是养着躺 还是什么 还是撒娇 对 社会大众当中绝大多数人 他们在行动的时候 背后都有一套想法 这个想法既是认知的 又是规范性的 就事物是什么 应该怎么样 过人心道 你是不是应该看红绿灯 着装是得体的 这小到这样的事情 大到比如说 大家都相信鬼神的时代 那你就是 人就会按照 存在着鬼 特别看黄道集 要求保佑的 什么 他就是支配你的行动 但这个想法可以是 以故事的方式 非理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而且它是普遍 就是非常深入人心的 这就是社会想象 社会想象是 它实际上在支配你 那么这时候 我们用社会想象这个概念 就可以来把握 这个时代的 基本的一个特征 精神上的特征 那比如说996 什么内卷 那些躺平 这些流行词汇 他们其实也可以定义 成某种社会想象 对 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新词出现 特别是这种流行词 它那么广泛的传播 它往往是一种标志 是社会想象开始转变了 90年代 我们比较能接受 就是说 所有的成果 只要你努力 都会得来 就是你要打拼 要拼搏 然后总会有回报 那个时候 哪怕996 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对 那时候广告语都是 人头马一开 好事自然了 然后就是 一切都更快 对 就是它的背景 变化了 好多期待 和现实间落空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 那样一套论述 那样叙事 996第一 它真的 能够兑现它的许动吗 第二 它震荡吗 第三 我加入这个游戏 哪怕成功了 对我真的是好的吗 就所有这个东西开始变化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退出这个游戏 退出意味着躺平吗 或者在躺平和996之间 我有其他选择吗 这个问题开放 也就是原先凝固的某种社会想象 它开始松动 甚至开始分崩离析 它诉诸一种新的社会想象的变化 这个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 就比如说在有些时刻会是一种更明确的反思想 或者反制的年代 比如说你19世纪新一代德国年轻人就会觉得莎士比亚所有的学生都抵不上一个靴子 可能现在过去在此刻的时候似乎也有这些东西 就是你的所有的表达或评论抵不上说你做的任何一个具体的事情 所以一个个体 比如你真在一个潮流突然相反的一个时候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 即使在所有人都说这个黑的情况下 你仍然知道它是白的 甚至坚持住这件事情 反思不是说你就随便能够站出来 把自己的情景客观化 反思的时候 反思的位置所需要的那些资源 那种视角 那个是怎么获得的 抽离出来就disengage这个社会主流 是因为社会的边缘 社会的多样性 以及外部社会我们讲的 就是它给了你那些资源 那些视角 allow you 或者enable you 可以对那个主流进行反 所以这是可能的 也就是说我第一个问题是说 我在想这些人怎么可能 他们需要独特的资源 这个资源可能是 在社会内部的异端当中获取的 可能在这个社会外部的资源当中获取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判断的负担 就是说特立独行的人 他永远是有一个风险的 你的反潮流 可能是代表了一个更好的 对公共生活和对你个人 可能都是更好的一种可能性 你再把那个可能性揭示出来 或者说再开启那个通向更好的 未来的一个道路 但也可能是邪恶 希特勒在当时也是少数的 开始的时候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判断负担 这个问题非常难 这个判断的负担最后可能是 历史发展了 有一个后知之明来 来做出判断 也可能就是胜者的 胜利者的这样一个判断 如果粗暴一点讲 给你个人一个机会 创造一种社会想象 然后这是你一个期待的社会的样子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想象 我仍然相信 这个正像以赛亚柏林说的 就是价值是多元的 我们的生活的感知 其实柏林说服我 或者打动我的一点 就说对啊 就是第一我们价值观 其实呢 它叫Values 是个负数 但是这里面我们要 我们要分清虚无主义 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区别 多元主义的意思是说 我们真的是有不同的 可取的生活方式 有五种八种价值观 但是一定有错的价值观 或者说非价值反价值 如果你认为 所有的价值完全一样 就是极端的相对主义 那就导致虚无主义 全世界七十亿个人 不是说七十亿种价值 不可能的 我们可能有几十种价值观 就是一百多种价值观 所以我们有一些 共通的人性 比如说自由 平等 人的尊严 人道等等 这个呢 我认为它奠定了某种 让我们诉诸本源的时候 那个始源基础的共同可能 也就是说 你哪怕杀人 有一个理由 就是有一个你自己的借口 这仍然是可以理解的 你不能说 说我 我杀一个人就会踢一块石头一样 这样的人就完全不可理 它就是 它是 它是 它是人类之外的 像一个其他的物种一样 没有这样的人类存在 所以 到最后呢 这个共同的 共同的人性 也就是共同的一些 我们现在讲共同价值 它仍然是重要的 而且我们能够分享 能够彼此理解 只是有些冲突呢 是在具体的情景当中 哪个更优先 比如说自由和秩序 我们就觉得 我们的文化当中 在应对疫情的时候看出来 我们比较接受把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 高于个人自由 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好像西方的某种 他们就比较难接受 直到 遭受了很沉重的教训的时候 他们会重新考虑这个平衡 那么这就是人类的常态 但有的时候 它会 共同的人性 也解决不了 那些严重的冲突 但是人类 你说已经好多了 有学者说 就像 像英国脱欧这种事情 放在两三百年前 就是 千百万人 就打枪了 流血无数的事 所以人类还是 有某种改善改良 我觉得是这样 那比如说 在一个相对主义泛滥的一个社会里 怎么去慢慢的重建一个既是尊重多样价值 但是又有它的一个标准的这么一个新的东西 这是我们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要如果需要具体的步骤 或者它怎么发生 我们有一个方法是 每个人相对的 每个人过自己生活 我在想如果元宇宙 可能的话 就一人自己在一个元宇宙里 你彼此相安无事 你过你的 你愿意在 感觉找了一个新的殖民地 对 而且你就是king 你能够决定那个世界的规则 你愿意怎么样 你愿意变成暴君也可以 你愿意做一个共和主义者也可以 当年在那个司马路上 谭思彤就跟梁锦超他们 夏泽佑他们他们聊天 他说听说世界上好多星球 将来我们每个人都占一个星球 结果就没有这些伦理压迫了 对 有的时候我听人家说 美国在前段时间不是因为大选 分裂的很厉害 有的人说最好有两个美国 就是你喜欢川普 就变一个美国 我们就跟你说 相安无事 如果元宇宙 就可能这是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我很怀疑 这真的是一个现实的结果 一个可能是 问题是 我们仍然要有共同生活 我们不管彼此喜欢不喜欢 我们生活在一起 而且大概率的 我们要生活在同一个星球 我想罗尔斯写那个政治自由主义 他的他的问题是 就是他说我们在公共生活中 找那个所谓overlap consensus 重叠的故事 私人生活呢 你可以有更多的自由 这样一个安排呢 有很大的影响 但有很多批评 第一就是你公共的生活的部分 和私人生活是不可能分开的 你不能说在私人生活中 我是一个特别等级的 特别男女不平等的 在公共生活当中 我会特别尊重女性 这很难做 第二个 有的是我们重叠的那份共识 根本不重要 我们都喜欢吃辣 这是我们重叠的共识 但是根本没用 所以 我觉得 那样一种想法 就回到一个完美知识的想法 可能是一个幻觉 就是说 在我们家 我爱人是一个非常 就是对知识有洁癖的人 就是所有东西 要在自己的位置上 要不然它就很disturbing 所以你只能在家里靠消极自由 是吧 就好像是这样 但是后来 我们在讨论对话 就是说 我说你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容错率可能太低了 最后你会很焦虑 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非常 强烈的要求和期待和标准的话 你会永远惶恐不安 你要承认人的无知 和人的理性的局限性 要有一个 对世界有一个容错的 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 我的看法 其实重叠共识被人误解了 就是说 好像我们现有的这些东西 我们放在一起看看 那个交集就是重叠共识 我们不能够基于这种 现成的那种重叠共识 那个重叠共识是要建构 是要努力的 而且它不是说彼此理解 它是要求你改变 要求你把自己偏好也好 个人的那个美好生活的愿景也好 要服从于公共生活 在公共领域里 服从于公共生活 你要调整自己 要reposition你自己的那些 信仰啊 偏好啊 但这是难的事情 遇到自己的那些 为你让自己的事情 我愿望是可以